温暖跨海交流 两岸NGO 这是中央广播电台 嘉义市专窑社区范围协会 推动环保教育以及改造闲置空间 获得教育部推动社会教育有功团体肯定 美化环境与推广环保教育的成果 也是到来嘉义游玩的游客称赞 今天节目中我们访问到 专窑社区范围协会理事林秀惠林理事 为我们分享推动环保与社区美化服务的过程 还有成果 理事您好 你好 林理事您可以先跟听众朋友讲一下 当初专窑社区怎么样开始进行推动 社区环保美化的相关的服务工作呢 我们专窑社区是一个属于工业厅 这个地带是地幕大部分都是工业用地 所以我们这一带就是环境不是做得很好 还有一些房子就是政府的房子 就是闲置在那边 那有很多脏乱点 还有好像蚊子管一样 后来我们发现 这个应该把它整理一下 变成一个比较立化的 把那个空间弄出来 变成有再利用的地方这样子 是理事那您可以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像怎么样的一个地方 您把它做环境保美化的工作的 因为我们这个这一带有一个日治时代的一个收容手 哦 那这个面积差不多有四百多平 嗯哼哼 那一直闲置在那边啊 嗯 那就附近的基民啊 垃圾就往这里面丢 哦 是 所以后来我们发现有这个一个这么好的地方啊 就把它整理出来 哦 哦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很漂亮的地方 哎 怎么样整理呢 整理之后做了什么样的规划 把它变成公园 还是变成什么样的一个设施呢 这样子 变成一个花园 花园 还有一个生态池 哦 是 还有一些老旧的房子 剩下有墙壁的 哦 有墙壁没有屋顶 嗯 我们就把它整理 变成有一个可再利用的地方 哦 啊墙壁就给它彩绘 哦 彩绘的议题就是说 以前我们这里是钻窯嘛 嗯 啊我们就给它做一个窯 哦 做窯 对对对 那个窯现在 窯已经没有了 可是在我们的记忆中啊 嗯 这个窯对我们很很有那个 是有意义的 因为我们从小就在这个窯这边玩的 哦 比如像以前我们控窯 在旁边玩捡东西 或是控班鼠对 夯班鼠对 对对对 像现在的小孩子要去鹅统乐园玩 都要买门票 嗯 以前我们那个窯哦 就好像是我们的鹅统乐园 就不用买门票就可以玩了 哦 所以我们的回忆哦 就一直在那个地方啊 嗯 所以现在这样弄起来的话 对下一代小朋友 他们也可以有更多的场地 可以游玩了 是 哎 李氏那您刚刚讲说 把它改成花园哦 那有没有种一些 让居民开放种些蔬菜啊 或者是 做些其他种植一些花卉植物 这样的利用呢 有有有有有 我们有做那个 市区里面的菜圆啊 哦哦哦 那我们就种了一些 香草之类的 嗯嗯嗯 啊香草之类 我们就把它变成茶包 哦哦 给一些长辈来喝这个 比较清凉的茶包 嗯哼 还有我们有栽培一些 就是 蜡豆花 嗯 那个蜡豆花哦 那个花 可以 泡茶 哦 蜡豆花 它喝了 就会让我们 头脑比较清晰啊 老人哦 不好睡觉 晚上 你白天喝那个茶啊 就 晚上好入迷 哇 这样一举素得哦 不单单是美化环境 也可以生产的作物 可以再利用啊 对 哇 哎你是那当初哦 就是您开始投入 环保美化社区的服务 你当初是怎么样来 号召居民一起来投入呢 因为我是 本来我是做行商的啦 我自己做化妆品事业 我94年啊 我爸爸到大陆去看我 嗯 94年的时候 爸爸在大陆 看我的时候 他要回台湾 在码头 他把我手拉紧紧的 他说你哦 回台湾吧 嗯 爸爸需要你啦 嗯 所以那时候啊 我就回到台湾来 嗯 所以从94年啊 我才开始经营我们 社区发展协会 嗯 我一直回到台湾的时候 发现我们 专窑里啊 独积老人 很多啦 啊我回来 陪伴爸爸 不如我来 申请一个 社区发展协会 嗯 一起跟这些老人 一起成长 嗯 陪他们一起度过晚年 这样子 是 那您当初怎么样来号召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一起来投入社区的还有关怀的工作呢 这个就是要说 嗯 因为我小时候六岁就住在我们这个地方 嗯 现在已经六十四岁了 啊 那这个时候 以前啊 我们这一块地啊 就是只有我们砖窑场啊 嗯 看过去都是田野 嗯 所以我的父亲 我的子妇啊 就有 说有一天啊 嗯 要是他的晚辈啊 可以帮助 我们这里的 嗯 人民哦 这是他们想要完成的一件事啊 哦 是 所以我94年回来 就是来经营这个 后来就找一些 比较临近的朋友啊 去拜访他们 用我的理念来告诉他们 所以他们都很愿意出来 所以我们找了二十五位志工 嗯 二十五位志工里面有 环保志工 嗯 还有关怀的志工 嗯 最近呢 我们又找了一些年轻的 就是 一三国中 我们附近就有一个一三国中的学生 嗯 那些小朋友也出来 来一起做这个关怀的工作 哇 大家一起投入来做这个社区服务 哎对 李士纳 那您刚刚提到说 就是你们当初 你们社区里面有很多地方被堆垃圾嘛 或者是蚊子馆 那我们到台湾的 包括垃圾不落地 还有垃圾分类是做的很好 那您在这个部分的话 怎么样来跟当地的民众 做一个沟通 来推广 有关于垃圾分类跟垃圾处理 因为我做垃圾分类啊 我就是 让他们以东西来换东西 这样子的做法 那我们专窑里面有那个早餐店啊 我就去跟他们要那个回钩油啊 回钩油我们来做环保灶 肥灶 环保肥灶 对 那还有我们有水果摊 他们有挤那个柳丁汁啊 柳丁汁的渣渣啊 果皮啊 还有凤梨的果皮啊 还有棉梦的果皮啊 我们就来把它变成酵素 那这个酵素可以做一些清洁剂 还是做什么利用呢 那个我做的是 我做的是酵素洗碗筋啊 所以他们有剪的那个报纸啊 不要的纸啊 还是塑胶袋子 塑胶筒啊 我们就做给他用饭的 他一公斤来 我可以换给他一个回罩 还是洗碗筋这样子 用这样子的方法 去做 去跟他们大家互相交流啊 哇 那居民的反应怎么样呢 他们很好啊 他们喜欢啊 哇 所以大家应该是参与相当热烈 也把垃圾分类跟资源再利用的 这种观念都生殖在居民的生活之中 对对对对 是 你们在推动过程中 一些比较有趣的经验 或者是遇到的一些事情 你印象比较深刻的 有有有 有很有趣的事情 因为我们做环保啊 我们做那个洗碗筋酵素啊 那个我就是去跟餐厅啊 收他们的那个饮料瓶子 回来装的 我们装好了 我那个标签还没贴的 还没贴的时候 就是曾经有一个妈妈 她说可可啦 这个饮料可以喝吗 那就把它喝进去了 其实哦 那个酵素洗碗筋 我们那个洗碗筋哦 我们用那个天然的椰子洗泡剂 所以哦 喝了也不会怎么样 只是好像洗了肠子一样啊 所以制作过程中还是要就是弄好注意一下 要注意 所以要给妈妈知道这个是要洗的不是喝的 那不晓得哦 就是附近有没有一些其他社区或一些光客来你们专邀社区看 因为你们做的这么好美化环境又做好这些垃圾分类呢 有啊有啊 像我们家隔壁啊 我们谁会隔壁就有一家饭店啊 前几天 刚刚前几天 有那个大陆客啊 他们是自由行的 是他经过我这里啊 他就来看说 你这个一桶一桶是什么 他看了我就跟他解释了 哇 他们听得很高兴 他说下次哦 他们还要找他们大陆的一些哦 环保的要过来再参观我这个地方了 看我们怎么样做那个环保酵素啦 洗碗筋啦 肥皂啦 这样子 学习然后把这个经验能够把这种观念可以推广这样子 对那您在这样推动的话 那有没有台湾一些其他的团体啊 或其他地方的人来参观观摩学习呢 有啊很多团体 有时候我们会去学校做推广 有像别的社区啊 附近的社区都会来我们这边学习 我们会开课程啊 教导他们怎么样做环保分类 做酵素洗碗筋啊 做肥皂啊 哇所以把这个观念推广出去 让大家都可以爱护自己的环境 然后环境更美好 像嘉义地区啊 他们都很知道我们专要就在这一块啊 他们自动都会来自己想要来学习啊 他们也想把他们的理啊 弄得更干净更漂亮 所以他们都自动要来 要叫我们教导他们这样子 传承给他们这些技巧 大家对环保越投入的话 就会发现其中的一些美好 也让自己整个生活环境更为美好 是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 非常高兴访问到专要社区发言协会理事 林修会林理事哦 为我们介绍专要社区推动环保美化的一些过程 还有成果 好非常谢谢理事结束访问 谢谢您 谢谢